哈喽大家好,我是彭汉,好久不见 相信大家也发现啊,自从2020年年底坦克300 上市集颠风以来,这股越野露营的风潮像是被带到了风口浪尖 那这两年呢,这股风潮也和电气化的潮流完成了会合 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能看到越来越多带变的方格子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你就说今天我们要拍的这台车截图山海的体验 因为和某些车型的一些设计理念的驱同啊 我把这台车调侃为五湖卫士啊 当然市面上还有很多卫士啊,深圳卫士,保定卫士 喜欢cosplay的朋友真的是非常有眼福了 那这台车呢,我是把它叫做五湖卫士二号 那一号是谁呢,就前段时间截图才发布的旅行者 那是一台燃油车的版本啊 那这台车呢,你把它看作是旅行者的插电版本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外观上面这辆车真的是大差不差 其实单拎出来这套车的一个设计来说啊 还是非常扎眼的,很硬的一个设计 方方正正的一个造型 有能有脚的凸起 非常硬派,非常越野的一个作风 但是呢,你把这台车放到最近上市的这一堆的方盒子里边 你把logo拿掉 你很难第一时间把这台截图山海的T2从里边薅出来 所以说,我认为呢,这台车很硬,很帅 但是少了一些自家的辨识度 我觉得这对一个新的车型的上市来说啊,很重要 好在呢,截图官方是为这台山海T2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配件选装 比如说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车顶前方的位置选装一排射灯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付远光档真的是一大利器 然后这里呢,你可以选装一个车顶的帐篷 包括在后方一点的位置 你可以有一个侧梯的一个选装 都是非常硬派,非常露营的一些设置啊 然后原厂胎呢,这台车给到的是一个20寸的一个HT的公路胎 如果是你有越野的需求的话 我建议你是选装未来官方提供的一些AT胎或者MT胎的选择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白鲁池KO2这样的一个型号规格啊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尾部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更多选装的好玩的东西 好嘞,转到尾部 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看到这个方方正正的小书包啊 这个里面装的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选装官方提供的全尺寸备胎这样的选项啊 但是呢,那个东西这个小盒子可就照不住了 是一个裸奔的状态 但我觉得更接近于以前像兰德库鲁泽啊 像FJ库鲁泽,像帕杰罗那样的一个纯越野车的一个非常硬派的一些做法 我觉得那更漂亮 然后下方呢,官方宣称是有一个脱钩的啊 你可以选装官方提供的露营拖车这样一个选项 但是脱挂资质是多少吨呢 官方并没有透露这个数据 不过我觉得这个更丰富大家的一个露营的场景 然后这台车还有一个点就是 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锅具炉具造具的这些带电的东西的一个周边 因为这台车拥有一个6.6千瓦的V2L的对外放电功能啊 我觉得你出去露营的时候 带一堆这种亮的不亮的加热的这种加热电器 绝对是足够了 那这台车这样一个非常越野的一个造型 它的整个一个越野的属性的体现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一个前的接近角大概是28度 然后离去角呢是30度 官方给出的空载的离地间隙呢是205毫米 作为对比呢我给大家列一下木马人的一个数据啊 木马人的一个接近角呢是34.8度 离去角呢是29.2度 离地间隙我记得是超过250毫米 所以整个这台车的一个底盘数据来讲 我觉得不算特别硬核越野的那一类型 再加上大家蹲下来可以看到 这个底盘的这一块下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板 这下面呢装的就是这块车的一个电池 所以说我觉得你把这个板装的这么低 也不太适合去做一些非常危险的越野的大动作了 那要看一台车的越野能力呢 肯定是要看它的一个底盘 车身结构了 这台车山海T2 承载式车身不带大梁那种 所以说从结构上就决定了这台车呢 它是一个长着越野脸 但是呢只拥有轻度越野能力的城市SUV 大基础这是一台城市SUV 官方对其定义也是这样子的 不过呢官方给到了这台上海T2一个700毫米的最深度 这真的是在城市SUV里面算是比较顶尖的一个水平 但是如果你涉水的时候如果又遇到推浪的情况 水也很容易从这个进气口进去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 我建议你把涉水口改到这个翼子板这里来 或者说你直接上涉水喉 那这台车就适合那些日常通勤在城际之间 但是呢偶尔会有这种霍霍非服装路面 去下下水的需求的清越野用度的用户 你如果开这台车去跑跑水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开这台上海T2 去跑一跑跑汉坡 那我劝你三四二后行 好车外过完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车内 有个小富手 上车很方便 坐进来以后呢 你会发现截图山海的T2和截图的旅行者 基本上内饰布局是如出一辙的啊 这个配色也很漂亮 然后呢多出了一个水晶挡霸 非常的精致 然后整个梯子区域呢 横平竖直的一个取向啊 也是很硬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里呢一个扶手箱 大概这样一个深度 我觉得还是很深的 能放不少东西 然后可以看到前面这个梯子台里边 有很多非常多的一些路苏的一个元素啊 大家可以看到副驾驶这里 318国道啊 非常的惊喜 然后这下边是一个小的一个橱格 然后这里手套箱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还有一个扶手 我觉得这对一个硬派越野车来说 扶手真的是越多越好啊 然后整个这个中空屏呢 采用的是一个15.6英寸的一个尺寸 内置的是8155的一个芯片 那现在8155真的是到处都在用了 所以说这个流畅度肯定是不用担心的 那UI方面呢 因为这台车是一个超粉的版本 所以说和旅行者还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区格 比如说他加了一些啊 这种能量的能量流的一个推荐方式 包括说你有强制宝殿 然后存电油混 这样一些选项的一些推荐 然后这里啊 我发现有一个WLTC和CLTC的一个续航旅程的一个显示 我个人是建议呢 你把这个模式调到这个WLTC下边 因为这个CLTC显示出来的数值真的是太快乐了 我怕一不小心给你撂在路上 那整体的这前排的一个一个设置呢 空间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那我们去后排去看一看这台车的一个表现怎么样 好 后排这里也是有扶手和这个踏板的加持的 这个1875的车高 没有这个东西还挣有点费劲 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前面我175身高的一个坐姿调整好之后呢 还是有一个两拳有余的一个空间的 方盒子 头顶空间 那完全不用担心 两拳 然后呢 这个整个车的一个后椅坐牌 我觉得这个坐垫的填充物 很Q弹 但是稍微也太弹了 你有点陷不下去 你知道吧 整个是一个顶在上面的一个状态 背也是顶着的 然后整个头枕呢 你放到最低的时候 是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太矮了 相对于其他的车型来说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扶手箱 带两个背架 然后这个车呢 你可以把它的座椅这样向上面翻折起来 这边也是可以的 平时你有些搬一些大件的时候 可以往这后边放 然后整个后排 可以将它这样 形成一个非常纯平的一个空间 非常平啊 可以看到 非常平 我觉得是没有一点角度的凸起 然后现在呢 我打开后备箱 来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放平之后 整个纵深有多深呢 好 我们来到尾部啊 给大家打开这个侧门 这居然是个电系门啊 我觉得还不如机械结构来的方便了 因为它那个开合 有个结偶的过程 非常不顺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纵深 我给大家躺一躺啊 我175的身高 然后如果我的头 要有这种承载物的情况下呢 我大概 脚是这样在外边的 你要是硬往里边C 能C 但是你的头已经整到 这个前排座椅屁股垫上面了 非常不舒适 所以说这台车 我觉得它后面上的一个纵深呢 并不适合你躺着 看星星 看月亮 还是有点 好 我们现在把这台上海T2已经开起来了 首先要说明一下呢 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试驾车呢 是一个两驱的版本啊 后续的四驱版本呢 要等七月份还是八月份上市的时候才有了 那我所以说今天我们先把这台车开到日常的道路上 来看一下它的日常驾驶性能 很正常啊 它作为一个诚实SUV 我觉得这台车的开起来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舒适 它悬挂调校是舒适的 转向的调节也是舒适的 整个的动力输出的敏捷度也是舒适的 那在过一些有小的坑洼路段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车身是有一些多余的晃动的 它会有一种不停的这种跳脱 跳脱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悬架行程 设置的有点太长 因为它要把整个车身抬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认为它的一个车身高度啊 因为这个车1875的一个高度了 有点过高 那导致它在过往这个整个过勾坎 或者说是变道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侧倾的感觉 这个是整个它调教上的一些风格 还有一个呢 这台车的一个转向啊 我觉得还不属于指哪打哪的那种精准度 因为它你看 它是有一些余味的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调教 是一些偏运动的这样的手感 但是给到的是舒适性的这样一个指向精度 以及这个回振力矩 然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动力总成的一个模式啊 大家非常熟悉的昆蓬动力的CDM混动的这一套系统 这台车是有一颗1.5T的 然后发动机再加上驱动电机 再搭配三档的DHT 这样一套动力总成组合下来的 上海T2呢 也搭载了一颗43.24千瓦时的一颗大电池 在屁股底下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这颗电池可以为这台车提供208公里的一个充电续航 当然这个是CLTC的一个数值啊 我觉得WLTC的话可能打个七折左右 然后呢 这台车的一个油门调校啊 或者说动力输出的调校 我觉得是偏向于舒适驾驶的 它的初段 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0到80以内 它就是一个纯电车的一个行驶取向 非常的安静啊 因为如果你是把它调到那个油混模式的话 优先使用纯电模式来进行行驶的 这个转向灯 我不知道它的设置是怎么样 轻拨一下它会大概跳个六七下 我觉得跳的有点太多了 可能给你留的这个转向的时间的余地 也太久了一点 咱们接着说 然后这台车的一个初段的动力输出呢 非常灵敏 就跟你开电车一样啊 你稍微点一点这个电门的开合度 咚就走了啊 当然在油电的情况下 如果你深踩油门 它还是会让这个发动机强制的介入 来满足你对于动力的一个需求 虽然这台车我们达到的是一个两驱的版本 但是官方告诉我们啊 今天也是专门设置有一些小小的挑战项目的啊 说实话我很好奇这个两驱的又是纯色SUV 它会有怎样的一个通过性的表现呢 我们现在就去场地里试一试 那刚才呢 我们在旁边的这块场地里面啊 完成了对这台车一些小小的越野考验啊 因为这台车呢 我们目前拿到的版本是一个两驱的车型 但是呢 里面设置了有驼峰 有阶梯路 有轮胎路 包括还有交叉轴 这样一些中等难度的一些越野项目啊 这台车也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 那四个项目里边呢 我觉得最为惊险的 就最后一个交叉轴的项目 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大角度的一个交叉轴 那这是一个前驱的啊 两驱车型 但是呢 这台车的前轮的锁指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 一个线滑 然后迅速的把轮端的动力全部分配到 另外一个有附着力度的轮胎上 完成了那个交叉轴的托困 我觉得这对于一台两驱的车型来说啊 做的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毕竟它是一台城市SUV 那么官方宣称呢 接下来七月份或者八月份 会发售一款四驱车型的版本 那我认为啊 那台车的越野性能肯定是要更强的 那我们也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 那台车在上市之后 会不会带来一些更多更高难度的一些越野挑战呢 最后呢 我们对这台上海T2做一个逍遥总结啊 说实话 他这个越野取向的插混SUV 在这个新闻领域 他的竞争对手还真不算多 哈佛猛龙算一个 豹武算一个 坦克400的Hyper-T算一个 以及未来马上要上市的坦克300的Hyper-T算一个 真的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所以说这台上海目前的预售价 18.49万元到21.69万元 这个区间不算高 但是也不算低 但是考虑到这台上海T2未来上市之后所要面临的竞争对手 可以远远不知这些新能源的选手们 还有大批在燃油车市场叱咤风云的这些热门选手 比如说坦克系列 长城的H系列 还有未来马上要上市的福特列马布朗口 还有换代的普拉多 我觉得这些车型啊多多少少都会对上海T2的这台车的未来上市空间进行一个挤压 所以说这台车未来上市的定价一定要考虑好 它的受众对它的预期 如果真的定价太高的话 我觉得它的结局已经可想而知了 必须得优这一点啊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彭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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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